第八百五十二集 但是近身战法不强大 以这样的近身战法 一旦遇到人多时候 无法动用大盗之力和血脉之力 以及兵器的话 很有可能被人压着打 不对 这家伙能力拼天灵城城主 那人的作战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近身搏杀战力不差 肯定是在让着我 好 敢看不起本小姐 我要让你吃苦头 灵溪阵长 去 北公子豫轻贺一声 窥然伸出左手 周身狂风与光芒大作 手心飞射出数十道清光 清光化作一道道掌印 接二连三地轰击在夜晨的身上 犹如锯锤轰击一般 看似清零优弱 却是极端强横 夜晨退到阁楼边上 周身一震 伤口迅速恢复 犹如无碍一般 以他的炼体境界 此等伤势还不算什么 紧接着 夜晨和北公子豫拼杀起来 却还是北公子豫压着夜晨打 边上的王琪有些纳闷 不对啊 夜晨天这小子逃了一天一夜 击杀比他境界高的舞者 至少超过几百位了 怎么可能不是小姐的对手呢 小姐很强吗 十五岁 入神境九层天巅峰 说强 对比诸多神王境护法而言 不强 说弱 对比其他同龄的人 诸如沐峰 三十岁也才是入神境九层天巅峰 也不弱 怎么今天小姐打得这么猛啊 这小子在让着小姐 郑伯微微笑着摇摇头道 王琪 能量水晶你看过了吧 夜晨天的绝招可不止寂灭之道 我看他击杀罗书猿和重创他人 所动用的舞剂超过十几种 不过是让着小姐罢了 夜晨天 我不需要你让 北公子豫一听这话 立即下了狠手 下一刻 无数光滑闪烁 汇聚在北公子豫的手心 窥然间手中拍出 一道紫色光剑豁然飞出 仿佛要追随流逝千百年的时光一般 划过阁楼时 惊起四方山水 好似有一象出世一般 夜晨以拳头抵挡 被轰飞的险些落下阁楼 回头一看自己手掌 竟然渗出了一丝鲜血 他在看向北公子豫 暗暗摇头 如若自己再不出手 恐怕明日就去不成了 下一秒 夜晨动 焚天掌 天煞拳 夜晨抱贺一声 左手凝聚烈焰之力 右手凝聚凶煞之力 出自于两本功法 两种力量 也是由自身气血之力演变而成 非兵器之威 非大道之力 非血脉之能 夜晨与北公子豫之战 不用兵器 不用血脉 不用大道之力 单纯比拼肉身 比拼自身功法 如此 北公子豫也是略微占据上风 暂且只是勉强压制住夜晨 这还是在夜晨不动用权力的情况下 夜晨的月疾之能 最主要来自于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自身的战力 金身霸体七阶 肉身便媲美入神境七八层天的强者 或许较弱于北公子豫 但是体内气血之力 却是抵达入神境八九层天 无比深厚 同北公子豫在伯仲之间 第二个部分 乃是所领悟的三条大道 杀戮之道 主杀 血不流干 战力不灭 不灭剑道 道运不毁 剑意不灭 哪怕被人杀得肉身崩溃 也能保证不弱的战力 寂灭之道 所领悟寂灭光波 寂灭佛国 只要不是造化境 不能完全领悟 并且将时间法则融会贯通 便是有寿命而言 只要有寿命的强者 面对夜晨 哪怕夜晨不敌 只要抵挡得住对方 都可以硬生生耗死对方 将对方耗成一具白骨 第三部分 兵器之威和血脉之力 以及功法之威 这三样 每一样都远超同层次的武者 较逼北宫紫裕 兵器或许不如对方 但是血脉之力 绝对强过对手 功法也相当于数十位 河道径 混元径 神王境强者 并非北宫紫裕可比 焚天掌 天煞拳 夜晨初入武道时 所运用的掌法拳法 至今仍旧领悟颇深 近身作战时 一旦动用便是威力极强 倒倒狂风划过北宫紫裕的耳旁 他感觉眼前闪烁过一片片光泽 眨眼一看时 眼前的夜晨已经分为了两道身影 再一看 已经是四道 甚至是八道 八个虚影 左手施展掌法 右手施展拳法 朝着自己攻杀过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八道拳印 八道掌印同时击中 身形暴退 靠在白玉柱边上 一脸骇然延道 单纯的掌法和拳法 都修炼到了这样的程度 运航焚天之力和凶杀之力 不对 不是这两种力量 而是气血幻化出来的 他的气血 好强啊 北宫紫裕还在茫然中 夜晨已经杀过来 这次换他被杀的 毫无还手之力 步步后退 甚至只能勉强防御 心中却是无比震撼 气血之力 帝尊镜八层天的气血 居然比肩入神镜八层天的灵力 掌法拳法 更是修到如此深邃的程度 能瞬间击中我 还能打得我毫无还手之力 这 难怪 他能占平神王镜五层天 还是有些底蕴的 况且 他还没有动用血脉之力 和寂灭之道 若是动用了 即便我动用混元仙气 也不知挡不挡得住 夜晨天 可以了 北宫紫裕高鹤一声 祭出一件青龙宝甲 一股空间法则之力 暂且给夜晨震退到一边 他收起了混元仙气 玄机抱拳道 前辈气血之力磅礴 若是剑集入神镜 哪怕一层天 也能力战 入神镜九层天巅峰 甚至圣之 加之 前辈更有寂灭之道 和血脉之力未出 紧跟着 他抱拳 微微半跪下来 我不动用 混元仙气的情况下 必败 索性 得遇前辈 还请前辈 教我如何修炼寂灭之道 如何将战法武功 修炼到前辈这般精致深邃 请前辈教我 我定人会赠前辈 一柄混世仙气 作为谢礼 若前辈看不上我 我可让北宫家族 不 我北宫子欲挥下人马 可庇护前辈 修炼到神王境 战法武功的深邃 能修炼到这般极致程度 必有其特殊手法 我若是将灵溪神掌 天宫步伐等修炼到极致 战力定然增加两成 寂灭之道 更能夺人寿远 修炼到极致 可以夺他人寿远 让造化精致下武者 不敢与我交手 如此一来 我战力会增强五成 甚至一倍有余 定要好好讨教夜市天 让他教我 此刻 北宫子欲的行为和心态 已经完全变了 从刚开始的 觉得夜晨有趣 到见到夜晨后的生气 微微愤怒 再到现在的心悦成福 想要拜夜晨为师 甚至直接半跪下来 看来这位北宫小姐 也能有不识下问的心态 可比其他舞者好得多 小姐 七小姐 王岐和郑伯两人神色一变 看向北宫子欲 皆是心头一震 他们可是知道 家主给七小姐 安排了什么样的强者是否 那可都是灵五大陆 威名显赫的存在 哪怕夜市天修炼千年 也比肩不了 但是此刻 小姐居然像一个 帝尊敬拜师问道 这如果传出去 必然震动整个灵五大陆啊 不过小姐如此行为 也能理解 在灵五大陆 掌握寂灭大道的人 少之又少 而小姐却偏偏 对寂灭大道情有独钟 夜市天 无疑是最佳选择 北宫小姐 不必如此 夜晨也收了两股力量 玄疾说道 你请我来论道讨教 那自然以平等论教 他上前搀扶起 北宫子欲言道 教功法的修炼方式 不是不行 至于寂灭之道也可以 但我目前不是很需要 混元仙计 我需要大量的 极品入神丹 和极品道运单 在我晋级入神庆后 可服用这些极品入神丹 快速提升修为 混元仙计 的确稀有 可他本身就是炼气师 自然不在乎 况且金佛密宗遗址中 必然有混元仙计 但专门补充和提升灵力 和极品入神丹 非常罕见 除去这些大家族 和大宗派之外 其他门派没有 至于极品道运单 也是用来将大道之力 演化为神王道的特殊丹药 夜晨可以炼制 但是药材难以收购 有些药材不是有鲜石就能买的 得需要身份地位才行 好说 师父要入神丹和盗运单 徒儿定当马上去办 北宫紫玉转身看向郑伯言道 用我的身份牌 去家族中买一百颗极品入神丹 二十颗盗运单 他转过头来 小心翼翼地看向夜晨 略微脸红解释道 师父啊 我的身份不低 但是这两种丹药 每个月都有一定份量限额 目前 我能用的份额就只有这些了 没问题 夜晨收了别人的好处 自然痛快点头 明天我要参加百宗大笔 今晚我与你讲解 寂灭之道的修炼方式 多谢师父 北宫紫玉颇为激动 转头看向王岐言道 快去 快去对换入神丹和盗运单给师父